拍摄电影版《欲望号》街车时,许多大派明星都在抢这个角色,比如弗兰克·西纳特拉·詹姆斯迪安等,但导演伊利亚·卡赞心中的人选只有一个。 毫无疑问,白兰杜在《欲望号》街车中实现了巨大的突破,他饰演了一个野兽一样的人物,他让一个可以说是中产阶级的女人为他痴狂,他在肉体上、精神上摧残他,挑战他的极限。 总得做点牺牲嘛,亲爱的,他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说些好话,夸他有多漂亮,还有别提孩子的事情,我还没跟他聊,等他平静了,我再跟他谈。 试着了解他,对他好些,好吗,亲爱的。 这个角色没人能比他诠释的更好,虽然很多人都尝试过,演得也不错,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超越白兰杜。 你得小心,穿着实衣服很容易感冒,尤其是刚刚打完保龄球。 白兰杜享受着万人追捧的感觉,他自信、绅士、魅力无穷。 凭借这部电影,他获得了第一个奥斯卡提名。 白兰杜塑造了一连串经典的银幕角色。 他的下一个经典角色是墨西哥革命领袖,埃米利亚诺·萨帕塔。 在我看来,如果男人是烈火,女人就是干柴。 他长得这么漂亮,就是为了嫁到好人家。 这部电影出自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·斯坦贝克之笔。 影片讲述了墨西哥革命后期,农民要求从统治阶层手里夺回土地的故事。 《萨帕塔万岁》是意大利导演吉洛·彭特克沃拍摄的首部大牌云集的电影。 所以,如何管理好白兰杜这样的大牌明星,就成了他的一大难题。 尽管白兰杜状况频出,但还是把这个墨西哥革命者诠释得精彩绝伦。 安东尼·奎恩凭借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,主角白兰杜再次与小金人失之交臂。 改编自莎士比亚戏剧的电影《凯撒大帝》,马克·安东尼这个角色将由白兰杜出演。 虽然长相酷似罗马人,但流离流气的他能克服台词的难关吗? 面对质疑,白兰杜下了一番苦功,成功地塑造出了诚实可靠的马克·安东尼。 但是连续三年获得奥斯卡提名的他,还是空手而归。 在英国,白兰杜连续两年获得英国电影与电视艺术奖最佳男主角奖。 在电影《飞车党》中,他饰演一个反叛的美国青年约翰尼,性格乖丽,渴望冲破世俗的陈规。 白兰杜诠释了一个魅力四射的角色,再次引领时代潮流。 电影《飞车党》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。 影片的主角是一群离经叛道的年轻人,一方面,他们是荧幕上的英雄。 然而,从很多方面上说,他们又是一群反英雄的人物。 白兰杜非常热爱这样的角色,因为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。 这是我的,下来。 别挑事。 由于整部电影充斥着反叛气息,英国封杀他长达十四年。 白兰杜认为这个角色很好把握,他就是飞车党,他还把自己的凯旋雷鸟机车当作道具。